是的 主播可以看到有多名原警 正在壓制一名毒品槍炮案的嫌犯 不過他不斷掙扎 最後還是狼狽上烤 現場還查獲手槍 子彈 開山刀 以及毒品吸食器 你適合選炸氣 那現在要給你上烤 而高雄警方也動作頻頻 針對槍支毒品開始重點掃蕩 轄訊內的舞廳 酒店 酒吧等大型娛樂場所 都不放過實施專案領檢 在舞廳領檢酒客時 還查獲毒品通緝犯 當場上烤逮捕 我們今天動員了十七個分局 保安大隊 刑警大隊 所有的各單位的警力 這次警政系統大動作掃黑 顯然幫派分子的囂張行徑 已經是公然挑釁公權力 引起警戒高層的高度重視 雖然質疑聲浪不斷 警政署還是再次強調掃黑的決心 要還給市民朋友安全的治安環境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